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巨星领先的国际传奇队对阵米露挂帅反之以洋传领先的中国明星队 不过对于自己在场上的表现小陆同学自感荣幸的同时又有些苦太满意 我觉得做好我那点就好了吧 因为确实太多巨星了 完了以后加上国族的巨星 加上国际的巨星 我觉得我真的太...就是踢不出来你知道吗 都是太专业了 其实其实把我吓到了一开始 其实说实话我前两半场我在场上都是懵的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其实就是 我真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这么专业的 这么技巧这么好的巨星一起踢球 能有机会后偶像一起踢球 陆寒之言作为一个粉丝当晚是圆了自己的一个足球梦 幸福感爆恐的他也自爆在休息室里 自己妥妥地已经变身为核影帝了 我也算是我作为一个粉丝吧 圆了一个梦 对 包括罗布托卡罗斯 基格斯 家里那面耳 我天都是我小时候看到的 聊耳朵 都是我小时候追星的 都是我的偶像 所以今天很荣幸能够一起 就是鸡个掌啊 一块拍张照片 完了以后一块踢一场球 我觉得太荣幸了 既然是球迷那看球的时候一定是最兴奋的 陆寒也不例外 现场他也大方分享了自己看曼联踢球时的情形 甚至还夸张地表示自己的叫喊声或许会让他掉粉啊 虽然我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但是我自己看到我为我就是曼联比如说进球的话 我的那个形象无法示众的 就是大家看到可能会对我的印象可能就是可能会掉粉吧 对 太疯狂了 我会喊的 把我楼上人都会喊 喊醒的那种 这么喜欢足球 难怪有粉丝说你是一个被演艺歌唱事业耽搁了的足球王子呢 对于足球王子这个称号 小鹿连呼不敢当 没有没有没有 足球小将吧 别王子了 王子不敢当 就是被耽误的一名球童 对 专业球童 对 随着足球世界杯赛程的临近 咱们小鹿可别光顾着看球哦 答应粉丝们的新专辑可不要忘了哟 嗯 最近在准备新的专辑还有演唱会 对 值得期待 上海报道